提示大家这个风险的话 最后大家真的被表现本机没抽出来 最后倾家荡场了 你自己心里过得去吗 我身边接触的朋友特别多 每个人每天都会跟我聊天 我接触的这两天爆仓的人特别多 因为你们好多人没有公开自己的微信 我跟很多人都聊天的 每个人在你打字写几千个字跟我说 失去信仰了 爆仓了 再也不进币圈了 这两天有人这么说 有人就是借钱的 对吧 借钱的就是好朋友了 都是借钱的 有的人其实就是借点币 就是到那个交保证金的 交了保证金就不报仓了 否则就穿仓了 对吧 有的是救急的 知道吧 你们别在这 你们细想一下 有人挣钱就有人赔钱 那谁赔钱了 肯定是玩杠杆的赔 当然大家都知道 但是同时也是咋够卖铁借钱 就有的人是加了多重杠杆的 比方说他本身没钱 借了亲戚朋友的钱 进来炒 又加了杠杆又炒 是吧 挣了好多钱 也没有变现 他还不知道变现是怎么回事 对吧 他不像我 我有四个孩子给养 对吧 我肯定不会 永远不会全部 偶赢是吧 这是我的逻辑 但是你要考虑 必须很多人 年轻人 尤其这个权里面500多人 那有几个70后的 是吧 大部分都是90后吧 00后吧 那大家都怕死 真的都怕死 都很猛 都这个 而且就是自己一个人 这宝全家不饿 多没好多都没结婚呢 没有孩子养 没有就是房贷要养 在一半上就打得大 挣钱就猛挣 亏钱呢 就猛亏 对吧 但是你们这个 年纪大点的人 必须得 就是尽到义务 就是说你必须提示一下 说你本金抽出来 剩下你可以随便玩 甚至有些年纪大点 更年纪大点的人说 你本金抽出来以后呢 你再拿一杯的利润出来 是吧 你剩下的在随便玩 对吧 你不能你们所有人 都口头一致 就冲了钱包 就冲了钱包 你必须得给出多个建议 因为针对每个年龄存测的人 给出的建议是不一样的 对吧 我们不能傻了吧地的 就是让人冲 我们他妈的躲在后面 躲指挥官 那他妈生什么了 冲的时候 我们是带着钱 第一时间冲上去的 对吧 我们冲在最前面 比别人都冲得快 别人看着我们 他妈的冲到前面了 别人 别人跟着冲 大家一起 占领别人的 占领了这个高地 是吧 但你不能是在后面 摇旗呐喊 大家冲吧 不要命得冲 就死的 别人死了 你活着 是吧 你不能这么喊 对吧 但是到了熊市的时候 也是这种状态 就是虽然我现在 不敢说现在是不是熊市 但我起码能看到 就是大家有人 亏这么多钱了已经 而且是做多做空的都保藏了 来回保藏 是吧 那你这个时候 还不提示风险呢 他妈的真是 就是 你就心里都有妖 是吧 所以说你必须每个人 你自己不管你挣了赔了 你别在这儿起哄 对吧 你该跑 你跑都跑了 别在这里 疯 就是你别在说 你跑了多少 或者是 就是割了多少韭菜 你别说这话 因为别人没跑的人 怎么 心里也不好受 是吧 所以说你们 年龄大人 一定要给大家 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就是 家庭第一位 正币 进币圈 就是为了给家里挣钱来了 是吧 你别把家里钱赔了 是吧 这是第一个 家庭第一位 第二个呢 时间唯独放长点 这一轮 过去以后 还会有牛市出来 就牛市的时候呢 你在不在 别这一波 就把你震出去 永远不进来了 是吧 你看 如果 这一波 你还能保持 活下去 是吧 下一波牛市 你肯定会 挣更大的钱 然后因为币圈 就是一直上涨 然后一直 反复牛熊交替 一直就是牛熊 牛熊 牛熊 不停的牛熊 不停的牛熊 那我就说 你下次牛市在不在 下次熊市还在不在 好多人 他们死在牛市上 没死在熊市上 熊市上还 活得好好的 牛市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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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市做多居然做死了 你怎么为什么没分控好 对吧 就是这次你看 从火币的数据 不是火币数据吧 从各个就是行情网站 给的数据 好像是400多亿爆仓了 对吧 爆仓的 这次是双数啊 就是就币价下跌 是代表的是 所有人都没赚钱嘛 因为爆仓的市值 蒸发了 对吧 蒸发的钱 比爆仓的钱 多得多吧 大家看一下 你看 比特币从6万跌下来 整个市值 从比特币 两万多亿美金 两万五千多亿美金 整个数据货币市值 跌到现在 差不多 不到两万亿美金了吧 是吧 那我就等于是 有五千亿美金没了 爆仓才爆了 大概400亿 但是市值跌了五千亿 同志们 你们在嗨什么呢 嗨 有什么可嗨的 对吧 就是你们嗨这种场面 会影响很多那种人 没有就是抵抗能力的人 跟着你们一起杀嗨 最后 最后最后 真的跌成屎的时候 我操 你们还活得好好的 你们还在这里 就是该吃吃该喝喝 但是有人他妈就 真的站到天台上 就被跳了 甚至就 已经跳了 你知道个皮呀 所以说话有点得 积点得 同志们 行吗 就是你们嗨归嗨 我不是 我刚才就进来 就不想听 我就退了 对吧 我就觉得大家有点过于 这个 就是 就是 有时候 我们是之前说嘛 必须牛是有几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就是 大家有点 吹牛逼浮夸风嘛 对吧 那个大家现在意识到了吧 对吧 就这个币挣了几十倍的 这个币说 这个人赚了几千万的 那个人赚了几个亿的 这会儿你看看 嗨 这些浮夸风的人还在这 他妈嗨呢 有啥嗨呢 有啥吹的 因为他之前吹的太大了 现在 亏了不少了 他不好意思 他远不回去了 只能接着吹 你们注意啊 就是 这很明显 我干 我见过几次牛是熊是 这种人我见多了 过几天 连个屁都不放了 知道了 因为之前吹的都是几贯 挣了几千万上亿 然后这个熊是已经跌没了 然后硬扛着 硬扛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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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吹牛逼吹不动了 最后离场了呗 最后只能离场这种结果 浮夸风 自从有浮夸风的时候 我就知道 有这么一天 暴跌又要来了 对吧 我就说嘛 你们看那个 什么动物园币 发的 我报到今天这个样子 之前那个样子 之前那个ICU的时候 你们知道那个 麻了哥币吧 就羊驼币 是吧 麻了哥币 当时会出现这种现象 也不是没出现过 也出现过一堆 再往这之前 薛满得发海盗币 是吧 这次又发了狗狗大陆币 是吧 你看那个K线 你看看 完整的五复刻 一模一样 对吧 这就是乱象一来 同志们 就是必有妖望 对吧 我当时浮夸风大 大家听不懂啥意思 是吧 就吹牛逼的多呗 就是没节操的人多了呗 对吧 你币圈真正挣的钱的人 其实不说话的 不吭气的 吹牛逼的都是他妈的 就是带子 就是说白了 就是自己本来 就是没挣钱 或者挣了 本来挣了可能是 十个币 就是说自己赚了一万个币 是吧 这种人大家都信 就疯了吧 谁能挣几个钱 大家还不知道吗 对吧 或者说这个 本来亏的一百个币的 说自己赚了一千个币的 这更更胡扯 是吧 现在都露出来了 尾巴都露出来了 一跌就都露出来了 浮夸风太严重 以后大家记住 只要币圈出现 类似于浮夸风这种的 大家都他妈的 一个比一个风某 一个比一个纯牛逼 是吧 那你就看着吧 肯定要出事 币圈就那些人 大家互相会影响的 情绪也会影响 对吧 我当时我提这个意思 就是说 大家你们 你们还是翻过去看我的视频 我说的每次 都是我当时候的心态 就是我遇到什么事了 然后告诉你们 今天遇到什么事了 浮夸风现象太严重了 吹牛逼的太多了 我不是 就是我见他太多了 我家人比较多 这两天我遇到的情况就是 爆仓的人太多了 各种爆仓的 各种爆仓的 都跟我聊天 对吧 所以你们别把这一会一会一会的 就是涨回来一点 你们就搁那又拆春牛逼了 是吧 各种春牛逼 你们要注意 有好多人 其实最后都是咱们身边的朋友 就是 虽然就是我刚开始是网友 但最终不是都不成朋友了吗 你朋友爆炒了 你能好受吗 对吧 你朋友不听劝 说哈的屎币 跌成屎了 真跌成屎了 你能怎么着 现在 就是那个屎币出来的时候 好多人不是追吗 追完了以后 我说 我是一个币都没卖 我必须得发个视频了 我就 我说我一个动物园币 我动物币 我一个都没卖 只玩了狗狗币 除了狗狗币以外 我什么都没玩 我都这么说了 他们照样玩 照样玩了以后 这次都被套上了 套上了以后 起码我把我该说的 在之前我提示风险了吧 对吧 就是你们也是这样的 就是你们 别个人有一句没一句的 今天这句没像那句 我觉得还是应该 一直提示风险 就是币圈风险很大 利润也很高 但你要知道 风险是第一位 我一帮 我一帮那个 我因为我没上过大学 我一帮那个玩 上过大学的朋友 就是我就直接点他名字 郭峰 他人大金融系毕业的 他就跟我说 他说金融 他们上金融系 第一课 第一章第一节 就是风险 说你呢 他妈真没文化 你们真不知道风险 你们如果再不给散户提示风险 你们就缺德了 对吧 所以说 说的非常有道理 我们不能缺德了 我们得提示风险 别个人这个说 就是你要告诉 就是牛 告诉大家要坚挺 不提示风险 就让大家提示坚挺 坚挺个屁呢 到时候大家坚挺不住 每个人跟咱们一样嘛 你经历了三次 你知道牛市还会再来 别人第一次经历 他不知道牛市还会来 他就 他熊市就到底的时候 他就隔了 别这么劝大家 所以人家那国风说的对着呢 人家做货币韩国交易所的 人家货币韩国的负责人 人家做货币交易所的负责人 人家有个提示 大家有风险是没错的 对吧 而且站在交易所的角度来说 也不希望那国人亏钱离场 希望大家挣点钱 还会再来 他们就能挣手续费吗 是吧 这是个长久生意 也没错 但是我们作为这个 就是闭门 你们在这里发言的人 你们难道没有身边的人爆仓吗 你们在这里笑得出来 我就起了怪了 就这国人这暴涨暴跌 好多人做空的也爆了 做多的也爆了 两边都爆 你们还在这笑得呵呵的 笑啥呢笑 我什么好笑的 有发言能力的人 在这里能发言的 千万提示 大家有风险 别给这一直喊 一直喊 我也是提醒大家风险 听到主题 有风险 最近有风险 大家要谨慎 好吧 我说